啊 到了吃饭的时间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武汉 很早之前就听说了 我还有热干面 还有一堆好吃的 是个美食圣地 然后今天 我就来这炒一炒 以为只有这些 还有一大袋 这料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 就全部往里倒 这个也只能加 ok 今天是 不知道 什么蒸 酸豆酱 放眼望去 这一桌子上基本全是桌子 What's this 还好 我以为是那种很臭很臭的那种 一咬进去看 一口爆装 那我就先把这个吃了吧 嗯 咸的 这是不是要倒里干 好 倒差不多就行 搅拌一下 螃蟹 螃蟹的味道 还有辣味 很香 再吃个螃蟹 这里面啊 全是肉 哈哈 最近正好老是看到一些 别的吃播 吃螃蟹 今天终于自己吃了一会 哇 这味道非常不错呀 无敌了 无敌 好 开始吃这个 这个就是要干面了 可以看到它现在非常的干 哈哈 你看这个汤也挺溜的啊 现在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来一口 很不错 以后再来尝一下这个 胡椒粉 哇 它这个汤很浓稠啊 就可以说十万粥了一点 闻着不错 但是挺好吃的 奶奶面和这个粉 味道都不一样 很生气 非常不错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饼 直接尝一下吧 香菇 豆皮 米饭吧 应该是 都烧慢了 味道有点像 碳水 集齐完毕 现在我要开始 吃吃别的 哇 哇 无处安放了 有点 来 到抽屉给带回来 哦 这个很轻 水烤串 五花肉 不一样的哦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这是武汉烤五花肉 这些肉的 都是比较干的 就是它 已经没有水分了 因为五汉 它把汉都捂出来了 你懂吗 这个干的五花肉 嗯 吃蛋 它在五花 把汤丁的水分都捂出来了 嗯 不错 再换这个吧 上面写着黄喉 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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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但这个辣也就是好吃的辣 对 其实让人会继续吃的辣 而不是那种 只不能等耍辣 OK 哇 劲还挺持久的 这个辣劲 怎么闻到那一股 怎么闻到那一股 奇怪的没有啊 嗯 哇 酸死我了 我的天 吓我一跳 这次有味 这个 那我觉得这拿来一个出来 干子 这个应该直接吃 这个 嗯 嗯 它有一股又臭又不臭的味道 哈哈 吃的还挺好吃的 就是软板的臭豆腐的感觉 这大一盒 OK 我先吃个毛豆 不然的话感觉我对它很不为色败 嗯 嗯 哇 哇 这个毛豆是我吃过目前为止吃的最好吃的一个毛豆 它很有味道 就之前的毛豆一点味都没有 基本上 嗯 哇 这个毛豆真的挺好吃的 我蘸一下 这醋 应该是醋吧 反正刚才给我闻了一下 感觉我两个鼻子被做了核酸一样 我刺着了 哇 哇 这吃嘴里还挺香 酸酸甜甜的 就是嘛 很好吃的味道 然后蘸了这个以后更好吃了 这多了一层味道 在上面 哇 毛豆做这么好吃的第一次见 吃个龙虾 好一般 最近看那个吃饱饱他们都要缩头 反正我什么也缩不出来 壳很脆 肉也很大哥 嗯 什么味也没有 这是煮熟了的香 看来这个也必须得蘸这个蘸料 把这个蘸料打开 蘸一下 嗯 酸辣味 最后有几重味道吧 刚入口是有点酸酸的 然后是辣辣的 然后最后有点炸辣椒的香味 有层次的味道 哎呀 没咽好 最后一喝 这一碗 真的很不错 小龙虾 还有一个东西没尝过 就是这碗 白色的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直接端起来喝 我的感觉就是燕麦豆腐花 香甜 我发现这里边这些东西其实普遍都带了一点甜味 这螃蟹有点甜味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我这个心情很不错 所以吃什么都带着甜 不错 今天的最佳是毛豆 因为它真的是毛豆里边味道最好的 也可能是我本来就不怎么吃毛豆 但是今天这个毛豆非常好吃 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也是因为我一个人一点期待没有 我觉得武汉这边吃的就是味道很多样 什么样的味道都有 不太重样的 辣 甜 酸 还有香 就是它各种各样的香味 有这种炸辣椒的香味 糖心的香味 各种各样的香味也是很丰富的 好 今天这个美食就体验完了